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這節是五間總結 身邊的嘉賓繼續是市務總監國師治郭Sir 郭Sir 你好 你好 這時候先跟你跟進內地方面的消息 見到內地方面九月份的新增人民幣 竟然就公佈了 有8572億 至於M2方面的數字 就增加了12.9% 見到內地方面的三大指數 都沒有太大的升幅 暫時來說就升幅不超過1% 介乎在0.19%至0.56% 上證升了13點做2387點 深淨城市升15點做8213點 護深300指數升13點做2477點 300指數暫時的升幅 都沒有因為數字而有大幅度的趨升 怎麼看就是A股方面的走勢 內地的數據最近來說都好像比較參差 大家對於A股方面的走勢來說 暫時好像沒有之前出得那麼牛 你又覺得怎麼看 今天上證指數最高我看看 見過2389點 這個和近期的高位2391點 就是差兩點 就是說整個上證指數 A股是咬著高台而不下 換句話來說 就算外圍的市況稍微反覆 好像歐洲股市 美國股市近期都跌得比較明顯 但內地的股市一直都是偏強 而且整個肉市頂的格局是沒有變的 早前公布一些經濟數據 顯示得到經濟下限的勢頭是比較明顯 正正是因為這樣 市場人士普遍認為 中央政府是會陸續有些刺激經濟的政策推行 事實上亦如是 雖然2014年經濟增長未必可以上升到7.5 可能平均來說7.4或者低一點 但不重要 因為現在任何一個政策出來 應該是朝著2015年來進發 因為2014年剩下兩個月 只要在年底前保持足夠的流動性 其實問題就應該不會太大 看看近日來說 其實在基礎建設那邊 不斷有政策的投放 相關的政策也刺激了 好像北車、南車、南車時代 逐步向上推升 連帶一些基建相關股份 都走勢優於大市 換句話來說 單單說整個A股的板塊 有個別的股份 的確有下限的形態 亦受到壓力 反過來 政策扶持的股份 一直都是優於大市 而整體來說整個勢頭 都仍是等機會試高台 我所說的高台 就是去年全年的高位 即是2013年2月18日的2444點 其實由低位的上升 A股在形態上 已不單止漸漸擺脫了 反覆不前的形態 而且技術上已經呈現了 一個肉試頂的格局 都不知 現在這一分鐘 大家都是採取一個比較觀望的態度 但是在觀望過程當中 我們發覺到 每一次A股反覆回軟的時間 沽壓都不太大 零零碎碎的沽壓是有的 好像近期來說 上升指數都跌至2341點 但很快就跌至2370點 即是場內 市內 有無形之手 一直托著托著上升 最終我個人看 A股是會漸漸發展成新一輪的升浪 或是新一輪的終極的升浪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整個形態都屬於緊扣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即是一天A股仍然形態偏強 對廣告來說 最低限度都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效應 面對美股急跌 歐洲股市急跌 香港亦有佔中的事件 但恆生指數直到這一分鐘 在23000點左右 反覆復徘徊 其實雖然市況未上得到 但不是那麼差 如果A股來說 我自己覺得 整個中期後一個階段的市 會漸漸進一步上破2444 再繼而挑戰2012年全年的高位 即是2012年2月27日的2478點 一旦成功突破2444和2478點 這個跨年份的雙頂 可以這樣說 A股真是網空了 事實上經過這幾年的下跌 A股相對整個經濟增長的勢頭來說 是遠遠落後的 不要忘記 現在A股平均市盈率 只有七倍多跌 論股值根本是低的 胡廣通政策有利中港兩地股市的發展 我相信 就算A股暫時整顧不變的話 只要一個政策正式推行的話 在一些資金主導之下 上證指數應該可以進一步趨升 不用看別的事情 只要看整個勢頭 一直抓著高台而不肯落 已經知道A股的聲勢是有餘未盡的 見到內地上月新增下風的數據 多於預期 支持內地股市做好 但是港股方面 見到跌幅稍微收窄 重上23000點 現在這刻2300015點 跌著124點 跌幅暫時是0.54% 但是見到今早 最低見過大概是22868點 見到暫時國企指數都要跌 跌幅稍微收窄 跌12點 最穩10272點 大股成交暫時是362億 期指都跌100點 最穩22993點 低水23點 講港股 其中一個影響比較大的因素 最近佔中的消息 繼續困擾大事方面 但隨著佔中的時間越來越長 影響性或大家受影響程度 似乎越來越減弱 港股接下來應該怎樣走向 其實佔中事件仍然是沒完沒了 但跟開頭突然之間宣布的啟動佔中 和現在這一分鐘 很可能顯示到事件的影響性是有 但帶來的恐慌性 我想就漸漸淡化了 可能大家市民都看得到 警方以最高的容忍度去化解這件事件 但衝擊者始終還是樂意不絕 不過只是限於一小絕人 700萬人的香港 相對來說 其實絕大部分的人 或者很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是奉公守法 而且是你有你佔中 我有我上班 換句話來說 是不會去到太廣泛性 不過往往這一類事件的發生 其實來說 多少都會帶來一個衝擊 例如旅遊業 或者運輸業 零售業 餐飲業 都受影響 不少團體 已經是表示了 行業所受到的影響 是相當嚴重的 包括的士業 或者小巴司機等等 都齊齊發聲 不過我自己個人希望 這件事件最終可以 比較和平的氣氛之下 能夠解決各方面的利益 說到底 直到現在的分鐘 根本上沒有贏家 個個都是輸家 包括你和我都是 大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最終來說 香港經濟也一定會受慮 但事件剛才提到 已經攤長了這麼久 三個星期 我自己覺得 最終應該可以慢慢淡化 對經濟的影響性 一定會有 老實說 但希望不要去得太持久 和太心願 股市的走勢點 股市一定是超前 或者反映未來 可能現在這分鐘 恆生之數 一直咬著2萬3千點 有幾個原因 第一是A股比較硬 第二是我們還有一個 互廣通的政策 大家都配有一定的憧憬 而最主要是 經濟雖然受到佔中事件所影響 但我提及 事件已經攤了三個星期 大家覺得 最終應該可以落幕 所以如果一旦落幕 或者結束了 在廣東政策刺激下 廣告要走上2萬4萬 或者更加高 其實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不要忘記 這個浪的低位 是10月3日的22,566點 我四寫五入 在那一刻開始 到12月底 一共有12個星期 現在已經走了2個星期 剩下來 還有10個星期 只要沒有天災人禍的事情發生 其實股市是有機會發展新一輪的升浪 因為這10個星期 或者是時間上 是容許股市進一步的趨升 移動線方面的走勢 真的還是比較弱 因為恆志還是走在各組平均移動線之下 但近期二百五十天線和十天線 已經糾纏在一起 以現階來說 只要恆生指數升多二百點 已經可以修復十天和二百五十天線 所以市是反覆不明 但我自己覺得不應該太差 謝謝郭Sir 詳細的分析 這時候和大家也跟進一下 南手股方面的走勢 看到暫時做得最好的股份 暫時南手裏做得最好的就是恆安國際1044 現時來講升超過百分之一 做得最差就是恆隆地產101 跌幅超過百分之二 最近22.8毫半 轉到下來時間 看看其他南手股方面的最新表現 背向最新報77.8毫半 跌7毫半指 中移動跌毫半指 最新報92.4 建行方面跌兩仙 工商銀行以及中國銀行同樣跌一線 港交所升四號 中人壽以及友邦保險同樣跌不超過百分之一 騰訊控股跌一號 金沙中國跌一號 長實以及新農基地產跌超過百分之一 九倉系跌不超過百分之一 最新報55元 至於中海外和懷孕之地 同樣要向下跌幅不超過百分之一 四日石化股個別發展中海游系跌超過百分之一 中石油升五仙 中石化跌六仙 固定能源升八仙 中國神華升 中國神華要跌五仙 最新報20.9毫半 你的時間差不多 謝謝郭Sir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的股份或者相關資產自己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12點55分 繼續會有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